大家好,這是我們的專題作品為水上休閒及救難仿生推進系統 首先介紹動力部分 動力方面我們採用類似鴨子滑水之原理 當左邊的踏板踏下時,水下方面左邊的骨便會往前 且因這個齒輪使得右踏板向上,右邊的骨往後 當骨往後時,擋板會擋住水流,推動船體 而當骨往前時,擋板會打開使水流通過 從而使得船隻可以往前推進 船體方面,這是前操動桿 能使乘客在踩踏我們的推進系統時,不會因平衡不佳而摔出 那我們是用腳踏車上鋸下來,之後鎖上我們的船體 那現在說到我們的船體 我們有保麗龍製船 那保麗龍的浮力 能夠支撐我們的前操動桿和後舵 還有我們的仿生推進系統跟乘客 那因為保麗龍很脆弱 所以我們在上面塗抹AB膠 能使它在剪的時候,切割的時候 較不容易破裂 那後面這邊是我們的後舵 後舵這邊呢,我們以木板製成 那就是木板,然後鋸完之後再塗漆 最後鎖上我們的船體 最後這邊是我們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仿生推進系統 由於仿生推進系統上非常多的材料 在市面上都是買不到的 所以我們利用我們上課所學 製造出非常多的零件 那我們的仿生推進系統主要是可拆卸方便 然後只要在木板或者是浮體船上 有適當的孔穴可以插入便可以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插上船體測試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插上船體測試 在裝好我們的仿生推進系統之後 還要再裝上踏板跟鋪 這樣就可以到水上移動囉 這就是本作品大略介紹 感謝您聽